这是棚子,今天补物正夜了 大家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吧 这上面是高架桥 前来人们拍了某个朋友这个房子 现在选磁砖了,这个地方也拍了很多次了 因为我的砖也跟他合了,包括之前给很多朋友也推荐 啥孩子给大家照一下去吧 说是广东的甲鱼陪室,大家进去看,给他选个颜色 马上下午开始贴砖了 走了,咱进去看一下 咱进去看一下 它的地方变大了 转转 看 看,到处转一圈 现在好 又买这么大的 都有人在看 咱转一圈 这个房子比较,怎么说了 小一点,有点像在公寓一样的 感觉像门一样 打开转一下 这么大,比一圈大了 我说现在砖和砖怎么说了 我感觉质量现在都没问题 不敢下来个牌子 只要是正宗广东的 都问题不大 走了,给他去选砖去 一拍出来有色差 之前,大家看我视频 之前最早我装修的 还有一个朋友 我跟着来过 今天 稍微有点色差 他重新装修了 应该是 好久 多半年都没来了 看 所以大家有没有这种 就是选磁砖 自己给 选眼花的 看 他正在看着 我到时候转一圈 再转一圈 所以选砖也是 但是选砖你要提前 根据你的房间 就是房间如果大一点 因为我现在有的小经验 大一点的 选那种大点的 就75亿米 小一点的房子 就是100平以下的 我感觉用小的 他看着这个是吧 楼上这两个差不多 我给大家放地上看一下 放地上 慢点慢点别塞了 哎呦 慢点慢 慢点慢 哇塞 这么结实啊 哇塞 我以前我家弄了 我就害怕把它塞烂了 OK OK 你不着急吧 哦 我不着急 没啥事 今天主要跟他选择 哇塞 这吓死我了 塞不烂啊 所以他给他选个浅一点 不要深的 因为毕竟公寓那种楼层 哇塞 真不错 看到大家只要买的正中的广东的 之前我就不敢这样 看 吓死 广东制造假衣可以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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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知道广东的都都还 咱现在真的选 嗯 嗯 嗯 朋友就看上这个桌了 你不敢这样 看 啊 你把 你把那个傻型号记着就行了 看这个亮一点 他一看到摔我擦 就看上这个 你所有转都像这样落下 只要正中的广东 基本上都这样啊 不是说咱这个牌子 那他就搞这个呗 这个 看不出来 4X 手机拍子都是4X 选好了 咱现在开始选别的 开始算了 强着高屏吗 强着 你问他那谁 小陈 看 看 本来想选个这个 但是太个性了 不敢 其实这也好看 但害怕想不住啊 大家感觉 现在你看 仿木纹的 所以咱就弄个普通这种的吧 看 嗯 虽然那白色大重的 但是 也比较简单 比较大重啊 这种 是吧 看 开始 对 让他算 算了以后 咱就过两天给大家看他 咱们那个装修的那个 一步一步 好了 今天视频就在这 感谢大家观看